這種廣告答案很兇的 是不是很不放心很不安全 我幫你們試了 這些東西是可以買的 你們可以放心買 寶芝女最大福音 就是你可以從最便宜的價格 入手一個CP值超級高的包包 有一次我就問他們說 欸我們要被騎團購 結果我姊妹不誇張欸 5冠6冠6冠4冠5冠 最後一樣 隆登我盡情最最最最滿意的一次購物 你們不要找我業配 請你們找我入股 我姓小琪丹明炫 不能叫我齊炫喔 哈囉好久不見的小子女又回來了 大家一直非常喜愛的單元就是我的好物推薦 這一次呢隔得有點久 因為最近的好物收集比較沒有以往這麼順遂 加上我現在對好物越來越嚴苛了 我需要試用它一段時間 我才能夠確定它是真的一級棒 然後我發現這些東西都剛剛好是 寶芭達很兇的一些品項 臉書也好IG也好 你總是會被這些廣告燒到 這些呢我都買來了 然後買來呢我發現 哎呦 蠻好用的耶 所以今天呢是我從眾多廣告品被燒到的品項當中 我覺得你們可以買的 首先第一個 從大概去年底到今年開始 一直很流行的就是 雲朵包 雲朵包最有名的牌子好像就是這兩個 韓國的當地品牌Karlink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Cose 被我染色了 因為我最近要常簽書 然後就放了簽字筆在裡面 結果它就吸了我簽字筆的顏色 我到現在還洗不掉它 我這個買的是冷灰色 我買的呢 剛好好像都是最熱銷的大小 因為它們其實有分S號 M號 L號 還有分什麼Nano什麼之類的 我這個好像算中 它們小還有更小 大有那種大到甚至可以裝著你 三天兩夜的行李 五天四夜行李都裝的進去的那一種 雲朵包會紅呢 好像是一開始很多韓星 總是會拍一些機場OOTD嘛 或者是他們一些下車的OOT 就發現最近怎麼那麼多韓星在背雲朵包 就大紅 但是我自己私心比較喜歡的是Karlink這個牌子 我來跟大家講為什麼 首先呢 這個的大小在Karlink的品牌裡面好像叫做Nano 然後這個在Coast的品牌裡面好像是M號 那它們容量乍看差不多 我來講為什麼我還是覺得Karlink比較好 首先Karlink的這個背帶是可調整長度的 平時呢 我如果要背一個像是肩背包的高度 我就可以把它調到一個肩背的長度 那如果腋下包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個背帶調短 它就是一個腋下包的一個長度 但有時候背著背著 尤其是東西很多的時候 腋下包就會顯得很K 我就會把這個背帶把它調長 那我先把它解開 因為平常我會把這個綁起來 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你在調完長度的時候 它的這個袋子 就會無處安放 我就會把它拉長拉長 調到一個我可以兼背的長度 很方便 以實用性上來說 它可以同時兼具所有我可能喜歡的長度 而且這還不是最長 你還可以放得更長 這樣可以適應很多不同身高的女生 再加上它有一個特點 我太太太喜歡了 它有一個神秘小外帶 因為它這個神秘小空間 你可以不用把包包主體打開 但你卻可以從這個神秘小空間拿到東西 我原本以為這個神秘小空間 是包包的另外一個開口而已 不 它是另外一個獨立的空間 兩房一廳 你知道嗎 它裡頭我塞了可多 我最常馬上就拿出來補妝的東西 譬如說唇膏 媽咪 給大家 然後唇膏你塞進包包裡 它很長 然後我就會把我補妝的東西 都塞在這個神秘小空間的內袋 這個內袋空間很大 每天要帶十幾個唇膏出門 都裝不滿 所以這個小空間 我可太喜歡了 包包裡面很多內袋 很方便沒有錯 但你把內袋塞了東西 你也會影響你裡面的容量 但這個不影響到你裡面的容量 所以對我來說 非常能裝 你看它們大小差不多 但這個比它能裝太多了 再加上它的開口 拉鍊的幅度比較窄 所以其實你拿東西上面 這個的方便性 沒有這個來的這麼方便 因為它這個拉鍊開口很大 搬找東西比較好搬找 然後它們兩個價錢其實差不多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Carlene 我覺得這幾乎是近年來 小之女最大福音 就是你可以從最便宜的價格 入手一個CP值超級高的包包 然後它非常百搭 我從買來到現在 我沒有換掉過它 就算今天穿一個Lady的洋裝 你背它也OK 你就算今天穿的帥氣 背它也很OK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會再去包掉其它顏色 那如果兩個以功能性來說 我覺得Carlene比較多 但是Colse也有Colse的優點 就是大家喜歡雲朵包 除外乎就是喜歡它 蓬蓬軟軟蓬鬆的樣子 但兩款相比 Colse是比較蓬鬆的 就是它以外型上來看 如果大家喜歡那種棉花糖的感覺 雲朵的感覺 那Colse的確實 比較有那個視覺效果 但我個人覺得Carlene還是很OK 就算它沒有那麼蓬也沒關係 我個人就是重視 實用性 百搭 然後功能性很多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Carlene 第二樣 我猜如果有在研究美妝的女生 應該也不太陌生 就是這個最近新出現的 扇形海綿 大家其實一開始在化妝的時候 最偉人所知的就是 那叫什麼 海綿蛋 美妝蛋 喔 美妝蛋 美妝蛋 可是美妝蛋呢 它雖然用起來上妝很服貼 但我覺得它有一些些缺點 譬如說 它一定得沾水 如果你不沾水 它幾乎會吸光你80%的粉底液 只要你很浪費你的粉底液之外 我覺得美妝蛋雖然可以清洗 但它有越洗越難用的感覺 它要嘛它的彈性好像崩掉了 要嘛就是 服貼度會降低 自從很多網友推薦我SOLONG的舒服雷 因為我上一次的毫無推推 有推薦SOLONG他們家 我說他們家的眼影很讚 刷具很讚 底下超多網友講說 小琦你去買舒服雷 他們的舒服雷家真的是 好用到不行 於是呢 我就聽了網友的建議 去買了舒服雷來用 我確實很喜歡 但是我後來呢 又開始發現 欸 有更大的 質地竟然也差不多 超寶蝦皮都買得到 它的綿很厚 再加上它其實使用上來 很不吸粉 拍起來非常舒服 它很像在拍氣墊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拍拍拍 我每次用這個大海綿拍 我就覺得 啊好舒服好舒服 然後呢 我原本就覺得 這個打敗了SOLONG的定制舒服雷 我就覺得 喔 OK 那我今天要推薦的就是這個 直到前兩天 我跟我經紀人去逛了寶雅 另外看到 嗯 怎麼舒服雷 多了一系列我沒有看過的Size 因為我想說 欸 這個好像比原本的定制舒服雷大耶 然後我又發現 它竟然有出手指粉撲的Size 因為我在之前的好物推推 也有介紹過手指粉撲 在遮瑕上面非常好用 我不知道它們是進階 還是它們本來就兩款都有 但是我之前逛街 一直都只有看到這一款 不然照理來講 我如果早就看到這兩個洞洞 我是一定會買的 它叫做乾濕兩用舒服雷 就是它這一面呢 是濕的用 另外一面呢 是可以乾用 它是號稱一體成型 所以有的人呢 如果你上了粉底液 你想要用海綿上蜜粉 直接翻過來用這一面 可以直接上蜜粉 也是非常貼 它的這個在手感上面 我覺得超越定制舒服雷 是因為我其實比較喜歡大的 因為大的首先 上妝比較快 拍起來很舒服 然後加上我們這個大冰臉 在化妝的時候 希望越快越好 這個小的我要拍很久 它出了這個小的收支粉撲 也很好用 在用遮瑕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喜歡用扁的海綿 但扁的海綿 跟厚的海綿 用起來 果然是厚的好好用耶 有沒有想說 啊收集到一個部分的時候 再來介紹這個 結果呢 這個殺出重圍 我想說 好今天要介紹這個 直到前兩天 我又再去逛了保安 SOLO又回來了 SOLO又再度打敗了其他品牌 SOLO真的是 我覺得MIT品牌裡面 非常值得大家 尤其是小子女可以入手 尤其 尤其是新手 因為它的這個角度設計 讓你可以非常好的沾取 而且調整細節 比如說我們這種 眼周眼下 然後鼻翼的部分 這些地方都是美妝 但我覺得畫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完美的地方 而且SOLO超級便宜 大推特推 第三樣 廣告打得非常 非常 非常 凶 將將 TKLive 楊若素 生機密 我先說 他們沒有找我業配 我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找我 因為我個人很愛用耶 你們應該要找我的喔 但 我自己先拍了 不好意思喔 這片段你們不能用喔 哈哈哈 剛剛很笑的啦 首先我一開始被燒到 不外乎就是看了 鍾明軒的影片 然後大家也知道 他皮膚非常好 然後他又是一個 超難推薦東西的人 加上他跟我一樣 是有點九糟機 他那時候推薦 想說真的假的 能被他講得那麼浮誇 很值得 買來用用看耶 加上他不貴 我覺得他一罐七百九 大概可以用到 四到六次 這樣算下來 平均下來 我覺得價錢 算是小資女可以入手 我自己已經兩罐空空上 這是我現在正在用的第三罐 所以看我有多喜歡他 他用完效果 立刻顯現 就是你用完 你光洗掉那一剎 你就會發現 皮膚好Q彈 好亮白 整個亮了一階的感覺 但這個點 可能是你們的毒藥 我的蜜糖 我個人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很多人不喜歡 我知道 因為連我的朋友都一直抱怨說 要不是他真的很好用 不然他這麼臭 我實在是受不了 我就說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很像養奶片的味道 忽然很像在吃養奶片的感覺 他有很多功用 他可以當一般的 像泥膜一樣附在臉上 他也可以用一個三明治敷法 周明軒也在推廣的 就是他可以敷了之後 你再貼上面膜 淨待45到60分鐘 把你的面膜乾掉之後 再把它拿掉 這個方法呢 我之前也試了 確實也很好用 然後我就覺得 哇 買這一罐真的CP值太高了 可以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用法 雖然他也有些致命小缺點 他乾掉會堵住洞口 所以導致你有時候很久沒有用的時候 你第一下需要壓得非常用力 然後那一下就 就浪費掉 但是我很喜歡的是 因為這個有點類似真空包裝 他會讓泥膜呈現一個最新鮮的狀態 因為我們也知道 有時候我們用的泥膜是那種一罐的 其實你反覆去打開 然後拿掉一層膜 他的活性啊 還有他的新鮮度 真的會越弄越下降 所以不會有你第一開始用的時候 那麼的好用 那剛剛有講到味道嗎 我看到網路上有人說 如果你想要讓那個味道減輕一點 可以放在冷藏裡面 一方面有更加鎮定舒緩的效果 一方面那個味道也會降低許多 然後我要跟你們說這有多誇張 因為我姊妹很常都會在 我們的群組裡面分享 我又敷了羊肉樹 他真的好好用 我兩天就敷一次怎樣怎樣 裡面超像有在做羊肉樹直銷 但他真的跟羊肉樹沒有關聯 因為他們有給我公關品 有一次我就問他們說 我們要一起團購 結果我姊妹不誇張 五罐 六罐 六罐 四罐 五罐 很扯耶 我想說大家買個一兩罐 兩三罐差不多吧 我不嚇到 我就把這截圖給你們看 能夠讓我們這麼喜歡大團購 這真的是我們群組出現時尚第一個 I'm sorry 你們應該找我眼陪 我可以講的很厲害 然後我們用起來也都 容光煩發 謝謝羊肉樹 沒有贊助 謝謝 接下來這一個 我好喜歡 這個東西出現以前 我自己本來就有一個 非常愛的最愛 那個最大也很值得拿來 讓我拍愛用品 但我一直沒拍就是因為 我怕大家都去買都買不到 換小題 有天我在逛蝦皮要湊那個 因為你們知道嗎 總是有那種滿多少錢可能免運 然後剛好看到 這個雙眼皮貼 它就是 AKF 雙眼皮貼 然後我以前自己用了五年的就是這款 大眼睛女孩雙眼皮貼 我一直以來都是買這個 我從來沒有換過 首先它就是很便宜 CP值很高 貼起來很自然 年性也很夠 我覺得台灣沒有任何一個品牌可以打敗它 因為我每天都被我雙眼皮搞得快封 因為是很不對稱 然後它又很看心情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月有陰晴圓圈 雙眼皮十有十無 但是我是不能接受我沒有雙眼皮的 然後台灣所有架上的每一個品牌 我都試過了 我最後就是 被這個大眼睛女孩圈粉圈到不行 再加上它的這個包裝 讓我覺得很好攜帶 因為通常呢 我們帶那種一片式的 一定得用盒子或袋子把它裝起來 不然你如果只是一片這樣放著 它很容易 幫你黏一大堆毛 那這個就是很方便 它就是整捆 放進我的化妝包或包包裡面 都不會黏一些有的沒的毛 你唯一會黏到就是你露出來的這兩片而已 它的設計表面呢 是那種蕾絲網妝 我發現最自然 最不反光的就是這種材質 一用就愛不釋手 就一直用了它好久 直到最近我一直被這個廣告燒到 叫AKF 它的質地呢 其實跟我的這個有一點類似 一樣是做那種霧面蕾絲網狀 已經是在眼睛上面最隱形的狀態了 它一直號稱 防水 防汗 完全不掉 它當時的廣告是試了很多各式各樣的雙眼皮貼在身上 它貼的那一款是完全貼合皮膚 完全看不到 我當時為了臭蛋 我想說好買一個來試試看 我沒有抱著太高的期望在試它 因為我覺得我的大眼睛很難被打敗 然後我一試之後 被嚇死掉耶 我今天其實是有貼的狀態 但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你看得出來嗎 是不是 它超級隱形 它也分很多大小 因為每個人眼睛不同 我們需要的雙眼皮貼的長度啊 形狀啊 都不太一樣 所以它有分 S型 M型 L型 然後S又有分 什麼 S星月型 M的月牙型 M的橄欖型 不同的形狀配合不同的眼皮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有雙眼皮的人 但是我的雙眼皮有時候不對稱 所以我就買了這種 適合內霜 或者是你的雙眼皮比較不對稱 你買這種支撐的就可以 是跟廣告一模一樣 你看得出來我貼在哪裡嗎 這裡啊 這裡啊 不是 這個是這一個 這個是這個 你看得出來我的第二格貼在哪嗎 看不出來 我們可是有打光的喔 左邊是大眼睛女孩 右邊是AKF 再給你們看輕一點 你們是不是看不到 你看甚至相機對不到焦 因為它偵測不到它 完完全全沒有反光 很誇張 我以為 再也不會有人打敗我的大眼睛了 它竟然打敗了 它非常黏到 我有時候卸妝竟然沒有卸掉它 你們知道雙眼皮貼貼一整天 眼皮會出油 它就是很容易脫落 我竟然有一次卸妝它沒掉 我隔天給Vita化妝的時候 就換一換越換越不對勁 我再等一下 眼皮上面是不是已經有一個雙眼皮貼了 它看了很久 欸 真的耶 你原本就有一個了耶 它說哇 好隱形喔 好看不見喔 好用到不行 比外 它厲害了 還有它的包裝 就通常這個 我已經覺得它包裝已經很好了 但它還是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就是會不小心這樣 你很難把它收得完全 再加上如果你一不小心把它收得完全了 哇 拿不出來了 欸 頭呢 欸 頭 你就要把整個拆掉 有一點麻煩 雖然這狀況不常出現 但是還是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但這個呢 完完全全沒有這個問題 它就是你這樣子給它捲進去 然後捲到這 你就再把它蓋起來 抽了出來看你要用多少就用多少 然後把它裝回去就裝回去 好好用 雖然它平均起來 價錢應該是比大眼睛女孩還要貴 但是 它值得這個價錢 就算它300多我也會買它 因為我再也沒有貼過 這麼隱形 這麼牢固 這麼不反光 角度這麼剛剛好 然後攜帶 跟包裝這麼方便的 它們真的人如廣告 如果要不是我自己貼上去 我實在也看不出來 我自己到底貼在哪裡 然後它常常可以撐到兩三天 只要我素顏 我沒有卸妝的話 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有在貼雙皮貼 AKF就對了 好了 接下來第五樣 是身為只要你有洋寵物 你家一定會有的 黏毛器 這種黏毛滾輪 應該大家家裡必備 而且這種東西幾乎是超級消耗品 然後呢 這個東西也是廣告打好兇 它就號稱可以重複性使用 那時候看的廣告也覺得好誇張 它就在一個平面上這樣 毛就真的一瞬間不見 然後就從這蓋子打開 但我這個是清過了啦 所以你們只能看到小小的 它這裡集了一大坨毛 然後它非常的便宜 我在蝦皮買的 它大概才150塊 我那時候也是在買一些家裡用品的時候 想說不然買來嘗先看看好了 反正它也沒有很貴 就用 哇 驚為天人 尤其是通常如果你用這個黏 你會消耗掉一大堆的這個紙 非常不環保 我之前呢 都是用那個 吸塵器在洗 然後吸塵器一方面 首先你要一直換頭很麻煩 再加上 有點重 你這樣嚕來嚕去其實很累 但這個就是相比吸塵器輕非常多 它重量就跟滾輪差不多 好環保 就是它基本上不會有重複使用 黏性就變低 因為一般我們知道的這個滾輪 它其實有一個水性的 只要沖水 它上面的毛就會掉了 讓你可以重複使用 那個我也買過 但那個真的是用到越後面 你洗越多次 它會黏性越來越差 你越洗會越覺得 它有點在脫模的現象 最後還是又回到滾輪 黏性比較 黏性 黏愛 媽咪 黏性比較好 有時候我就是 沒事也拿來錄它們針上 你知道嗎 自從我有了這支之後 我再也不用用吸塵器 或這種黏毛滾輪來黏 一方面省時省力 又方便 一方面 更加環保 因為它是用靜電的原理 只要它有摩擦 它就是一直會存在這個靜電 它的毛就是可以一直收集 我覺得真的是 每一個家裡有養貌小孩的人 Ebay 我已經買了兩支 我覺得家裡放了兩支差不多 最後一樣 龍燈火盡期 最最最最滿意的一次購物 因為 它讓我脫單了 為大家介紹 這是我男友 小白 他很厲害耶 我原本想說 就是戰力士吹風機 可以解放雙手 因為它廣告就是這樣寫 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它可以幫你頭髮吹乾 大部分人對它的評價都是好的 我朋友也很喜歡 我朋友說 哇 意想不到的好用 竟然吹超快的 怎樣怎樣的 大家也知道 女生不愛洗頭 不外乎 其實就只是因為 吹頭髮很麻煩 如果不是因為吹頭髮 其實我也是希望 自己可以是個 愛洗頭的女生 但因為吹頭髮真的要吹太久了 很麻煩 我想說 嗯 好 我買一支來試試看 結果一用 OMG 超級好用 它真的比男友吹得還好耶 它有兩段風速 三段溫度 冷風 溫風 熱風 所以有時候你要冷吹也可以 你要熱吹也可以 它的風力其實很強 我給你們看看 這個風量很強 小白先安靜 我原本想說這種 暫力式吹風機 應該就是在功能性很厲害 譬如說它暫力式的 它可以隨便移動 可以不用用自己的雙手 一直這樣弄弄弄 然後說 嗯 功能性厲害就OK了 如果它吹得很慢 我也可以原諒 結果 它吹得很快耶 我這麼長 這麼厚的頭髮 經常去髮廊 要兩三個人同時幫我吹 我用這一台 幾乎是15分鐘內 一定可以吹到全桿 現在已經都 注立在我的沙發旁邊 我決定我接下來買第二台 一台放我梳妝台 一台放沙發 因為放沙發這裡 你們知道女生洗完頭 總是會進入保養時間 滑手機時間 抬腿時間 看電視時間 追劇時間 這些時候 它就像是你 默不吭聲的男友 默默的幫你把頭髮給它吹乾 你大概就只需要 你笑什麼 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這樣嗎 然後面膜嘛 然後手機嘛 劇也開著嘛 很多事情要做 女生很忙的 我們的me time 很短暫 你知道嗎 我們白天已經這樣奔波 很累了 晚上我們還要做那麼多保養 還要吹頭髮 這時候呢 男友就上場了 你只需要做的事情 就只是吹吹 這樣稍微撥一下 撥一下 大概看一下 它有哪裡比較沒有乾 你喬一下自己的角度 繼續滑 然後再喬的角度繼續滑 你完全不用擔心 你都不顧它 你頭髮會不會捲進去 因為一般我們吹風機 常常會一不小心 頭髮捲進去 這個完完全全 沒有這個困擾 他們的設計 非常的安全 小朋友都可以用 矮致85公分 高到145.5公分都可以 伸縮高度的range 是很寬的 你看它可以伸到很高 也很多角度可以調 有時候我只要吹乏尾而已 我就把它降到最低 吹我的乏尾 就很像一個 不更深的男友 他也不會抱怨 他也不會一直停在一個地方 很久把你吹得很熱 然後再加上 他們有一個很棒的設計是 過熱自動斷電 Maybe大家會吹要睡著 它的平均功率就是在1400W 所以控制在一個安全範圍內 不會讓你的頭過熱以外 它裡面呢 還有2000萬的負離子 他們還是有負離子功能的 所以吹起來 哎呦不會乾涉 而且重點是 長得很好看 它擺在客廳 完全不違和 像我剛進去的人來 他完全沒有發現 他還說 你有買那個吹風機喔 我說 真的啊 你們有看到嗎 我真的很希望你們可以找我入股 因為呢 我個人又多了一些idea 可以提供給你們 首先 我覺得大家可以裝個小燈 我們可以當一個讀書燈 那這樣呢 這個還有台燈的功能 還有一個很棒的是 比如說吹熱風跟冷風嘛 我發現 它如果在冬天會超讚的 不是有些人因為很冷 又吹暖氣或什麼的 然後有些人會習慣 把吹風機拿來當暖氣 再吹吹身體 這個我覺得有暖氣的功能 冬天的時候 你如果在客廳真的不冷 你把它打開來吹 也好舒服 我再提醒你們 欸還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你們在旁邊 可以放些小掛鉤 我的乾髮帽可以放在這 啊我的梳子可以放在這 啊我的髮油呢 可以放在哪裡 你一隻一硬俱全 好像到一個髮廊 坐下一樣 更方便 你們不要找我業配 請你們找我入股 我願意 讓他生完我的男友 陪伴我一輩子 謝謝小白 他好像叫什麼小蘭啦 戰力士水風機 你們要加小白 小蘭都可以 小白蘭 就是可以 嘿嘿嘿 那今天的好物推推就到這裡 最後我必須要再一次跟你們說 今天的所有商品 你們很常划廣告 看到沒錯 但是今天 我一個 都不是業配 今天的東西呢 絕對就是小資女們 非常值得可以參考 尤其是你們跟我一樣 最近廣告一直划到這些東西 然後又一直想說 這種廣告感到很兇的 是不是很不放心很不安全 我幫你們試了 這些東西是可以買的 你們可以放心買 如果你最近也被什麼東西刷到 然後發現很好用 請你們趕快告訴我 我在幫你們嘗鮮 小資女的精神 就是一個小實驗家 小貓昌白草 你們說好用的 我都會去買來試 你們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幫大家繼續省錢 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越花越漂亮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我的IG 還有最近發新的新書叫做 別讓世界走走你該有的燦爛 大家也可以去買新書 新書CP值也非常高哦 幾乎一本解決你人生所有可能 遇到的煩惱 你人生遇到任何疑難雜症 手指插一插 裡面翻開來 絕對都找得到答案 我不自信 我不陽光學 不正面 所有的情緒 交給我 來幫你解決 我就是有很多種身份 成為一個小作家 又是一個小資女 又是一個小女人 謝謝大家 成就了我的金錢 那小資女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妳這樣看 妳給妳最緊 妳看得到嗎 看得到 妳看不到 妳看不到我天哪 對 妳動眼珠我看到 動眼珠才看得到 所以妳必須要到這麼近 對 妳坐在那的角度我是 完全看不到 而且不管我怎麼眨眼 閉眼 都看不出來 它超級不反光 因為有些會反光的 妳只要眼影上去 那一塊會有一個不一樣的顏色 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好扯